美國攻擊艦前往地中海東部 新主黨有危險 克馬斯領導陳親屬在以色列甚至參加異軍 尹錫與岸田文雄共同獲得甘乃迪勇氣獎 巴拉圭總統說 絕不願意與台灣斷絕關係 自治跳動公司隨即放假引起熱議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31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新聞熱點我是黃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在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款近期被受好評的食療補充品 三高代謝補 我知道大家每天都很忙碌 但我們真的不能忽視健康 現在三高問題越來越常見 很多都是因為代謝失調造成的 而三高代謝補正是為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患者 而特別設計的食療補充品 它融合了多種天然成分 效果超乎想像 想深入了解 可以點擊下方連結 或者致電北美熱線電話 希望三高代謝補 能夠成為你健康路上的好夥伴 近日據兩名美國官員表示 美國陸戰隊一支快速反應部隊 正前往地中海東部 外界認為 這部將會將這支遠征隊 安排在更靠近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位置 30日以色列軍隊宣布 對敘利亞境內的軍事基礎設施發動空襲 評論認為以黑戰爭可能引發世界大戰 發生社報導 30日據以色列官方影片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告訴戰時內閣 以色列軍隊已經擴大進入加沙走廊的地面攻勢範圍 他們正採取謹慎、有力的行動 並取得有系統的進展 軍事行動的同時 我們正持續努力解救遭到綁架的人質 即使是在地面行動期間 今次行動甚至創造讓人質獲釋的機會 我們不會錯過機會的 今次以色列軍隊在加沙地帶地面行動中 救出的第一個人質是年輕女兵梅吉迪什 她在7日被捕並被帶到加沙 影片顯示她和她的祖母見面因起弱狂 據半島電視台報導 內塔尼亞湖在國際發布會上說 伊朗是邪惡和恐怖的軸心 為哈馬斯提供資金 我們感到遺憾的是 我們的很多朋友沒有堅持強烈譴責野蠻人 呼籲停火是等於我們以色列投降 但我們不會這樣做 我們不會停止直到勝利 就像美國珍珠說911 台灣開南大學國家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認為 以色列態度就是當初以色列的前總理 梅爾夫人說過的一句話 他說如果巴勒斯坦放下武器就會和平 如果以色列放下武器就不會再有以色列 以色列的邏輯是她要展現強大的力量 來壓制敵人的侵略意圖 她必須奉行安全第一和平第二的方針 美國的立場是認為 如果沒有哈馬斯的恐怖攻擊 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以色戰爭 美國不希望不管是聯合國或哈馬斯 巴勒斯坦等等這些國家 用人道主意來綁架以色列的反擊 這樣顯而異見就沒有辦法有效去殲滅恐怖組織 CNN報導有兩名官員表示 美軍兩棲攻擊艦巴丹號 搭載的第26陸戰隊遠征之隊 最近幾個星期都在中東附近海域執行日務 但上週末開始往蘇伊士運河移動 巴丹號很快就會進入地中海東部 這部會將第26陸戰隊遠征之隊 安排在更靠近黎巴嫩和以色列的位置 美國正警告美國公民離開黎巴嫩的最佳時機 是在危機發生前 美方警告以哈衝突擴大成更全面的 區域性衝突的風險很高 30日黎巴嫩看守總理米卡提說 黎巴嫩身處暴風中心 我無法排除事態升級的可能 我在這裡盡我的職責防止黎巴嫩走向戰爭 發生社報導 自從哈馬斯特習以色列以來 黎巴嫩真主黨幾乎每天都在同意關交火 經濟陷入困境的黎巴嫩 如果真的和以色列開戰 又會面臨無人領導的困境 因為黎巴嫩的總統職位已經空缺整整一年 而米卡提領導看守內閣已經大約有一年半的時間 發生社報導 30日敘利亞國防部表示 以軍在凌晨從以軍佔領的敘利亞 哥蘭高地發動攻擊造成一些實質損失 自衝突爆發以來 駐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美軍已經遭受一系列攻擊 伊朗之前的真主黨民兵和以色列軍隊之間的跨境交火 也都不斷增加 以色列軍方宣布 不久之前 一架以色列國防軍戰機 攻擊了敘利亞境內的軍事基礎設施 摧毀火箭彈發射器 以回應對方的火箭彈攻擊 陳文甲認為 以色列已經對加沙走廊進行地面戰了 我覺得以巴戰爭未來如果包括伊朗 包括黎巴嫩的真主黨 到阿拉伯國家捲入了 就會升級為以亞戰爭 那當然這個幕後層級 甚至是北韓有角色的話 那顯然異見就是一場以中國為首的一個集權陣營 還包括美國為首的自由陣營 那可能就會引起世界大戰 哈馬斯和以色列的衝突已經爆發快三星期了 隨著戰爭時間的拉長 外界對哈馬斯這個以往非常神秘的組織 有了越來越深入的了解 正在這次衝突爆發後 外界才知道原來哈馬斯這麼有錢 他們只在加沙地帶十幾年 就在這裡的地下修建了超過500公里的地下隧道 在幾天的時間裡 就能夠往以色列發射6,000多枚火箭彈 更厲害的是 哈馬斯雖然主要在加沙地帶活動 但是他們的老闆卻不在這裡 而且都是生活在卡塔爾首都多哈的高檔住宅裡 個個都是億萬富豪 出門都是私人飛機和南保堅尼 最令人意料的是 哈馬斯很多主要領導人的親戚都生活在以色列 根據多間傳媒報導 哈馬斯政治局主席 伊斯梅爾哈尼亞 家裡很多親戚都生活在以色列 在加沙居住的哈尼亞的妹妹和母親 在有病的時候都是去以色列看醫生的 最新的消息顯示 哈尼亞的妹妹現在已經加入了以色列國籍 而哈尼亞的一個外甥主動申請加入了以色列國防軍 對此自媒體人魯宇立平懷疑地說 我的第一感覺就是 這些哈馬斯的親戚在以色列不是做臥底吧 雖然以色列和埃及對加沙進行了嚴密的封鎖 但是哈馬斯常年控制這裡的經濟 進出加沙的物資他們都要收稅 各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援助 也都要被他們趴一層皮 有意思的是哈馬斯當年能夠崛起 就是因為之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另外一個組織 法塔克出現了貪腐現象 遭到了巴勒斯坦人的反對 法塔克的領導人阿拉法特 早年也曾經是一個艱苦卷絕的戰士 革命的時候他曾經說 巴勒斯坦人民不禄立我就不結婚 結果等阿拉法特死的時候 外界才發現他不但有金髮碧眼的夫人 還有一個從小就在歐洲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兒 而且阿拉法特還為他們 留下了60億美元的遺產 反對法塔克的哈馬斯 自己也都成為了當年法塔克這樣 有阿拉伯媒體的消息說 以色列將會在美國特種部隊支持下 對哈馬斯在加沙的地道 鑄入美國生產的專業毒氣 這種毒氣可以使地道裡的哈馬斯士兵 變成深度昏迷6至12小時 但不會殺死他們 這個時候以軍就會真正發動地面攻勢 自媒體人魯宇立平分析 就算是巴勒斯坦最後真的取得了獨立 但就看哈馬斯這些領導人 巴勒斯坦人民真的能夠幸福嗎? 也許這個是巴爾和平進程裡的有一個難題 南韓總統辦公室10月30日表示 南韓總統文石月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29日共同獲得美國約翰金乃迪圖書館基金會 頒發的金乃迪勇氣獎 該基金會星期日在波士頓的約翰金乃迪圖書館 舉行了頒獎儀式 南韓駐美大使趙賢東 和日本駐波士頓總領事寧木光太郎 代表兩國領導人出席 金乃迪總統的獎女 美國駐澳洲大使卡羅林·金乃迪 在頒獎典禮上稱讚說 儘管國內強烈反對 而且即將舉行選舉 但這兩位領導人仍然放下了容易的道路 跨越了分歧 建立了信任關係 他們的榜樣值得所有世界領導人效仿 作為聯合獲獎人 尹錫越和岸田文雄專門錄製作答謝影片 尹錫越在講話中表示 當我還是一名高中生的時候 我通過金乃迪總統的著名演講學習英文 包括他的就職演說和柏林牆演講 通過閱讀他的文字 我對約翰F.金乃迪肅然起勁 他所堅持的價值觀和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賦予了他完成社會和方向進步的勇氣和決心 這就是新邊疆精神 尹錫越說 他告訴我們只有真正有勇氣的人 才能夠帶來創新和改革 他的見解為我上了好好的一課 能夠和我的自有岸田文雄手上 共同獲得這個殊榮 我深感榮幸 我知道這個獎項提醒我肩負著莊嚴的職責 南韓、美國和日本 對通過團結一致 促進世界各地的自由和繁榮 富有深刻的責任感 岸田文雄也在發表影片感言當中 向卡羅林·金乃迪提及 1963年至今已經過去60年 國際社會正處於歷史的轉折點 在這個關鍵時刻 我和尹總統一起接受以你父親的名字 以及他所贊寫的政治領導力懼著命名的這個崇高獎項 我心苟榮幸 岸田文雄說 20世紀60年代初 時任美國總統約翰F.金乃迪和慈田勇人手上 為改善入美關係作出重大貢獻 並在各自國家取得偉大而持久的成就 岸田文雄說 在此期間 日本和大韓民國就外交關係正常化 進行了一系列談判 1965年 兩國最終實現了邦交正常化 並在押金為止的60年間深化了兩國關係 現在我和尹總統都堅定地 施力於加強日韓雙邊關係 憑借我和尹總統的友誼和信任 兩國將會作為合作夥伴攜手並進 為開創新紀元鋪平道路 金乃迪勇氣獎頒獎典禮始於1990年 由約翰金乃迪圖書館基金會設立 用來表彰在政治領域展現出勇氣和領導力的人物 台灣的南美友邦巴拉圭總統潘尼亞 22日出訪美國 他接受傳媒專訪時強調 巴拉圭不願意與台灣斷絕關係 他也直言對於中共在南美洲的影響力感到極度擔憂 這個為整個地區都帶來風險 潘尼亞在今年8月就職後 這是他第二次訪問美國 巴拉圭在1957年與台灣建交 至今超過60年 在2020年4月 巴拉圭國會曾提案改同中共建交 但最終遭到否決 在今次訪美期間 潘尼亞表示部分國家 例如阿根廷、委內瑞拉尋求與中共合作 恐怕不僅讓他們自己的內政遭到中共影響 也讓整個中南美洲區域面對風險 阿根廷與委內瑞拉之所以選擇與中共結盟 是因為兩國都面臨嚴重的內部經濟問題走投無路 因此中共得以承虛而入 利用它本身的經濟力量 加強在合作國家內部的影響力 並借此擴散到整個中南美洲 所以他相當擔心 潘尼亞還強調 國家的未來是工業而非出口糧食 巴拉圭必須向台灣取經 效仿台灣從農業轉向工業的經歷 只有打造出高水準的勞動力 才能為國家創造無窮的機會 台灣與巴拉圭不僅有教育聯盟 而且還合作興辦了台灣巴拉圭科技大學 為巴拉圭培養最高水準的人才 所以斷絕與台灣關係是巴拉圭 絕不願意做的事情 北京自節跳動科技公司隨席放假 成為10月30日的熱議話題 上星期 中共官方宣布在2024年的隨席不放假 引發網友怨聲沸騰 新年是中國人合家團員的傳統節日 亦是法定假日 但在10月25日 中共官方發布的 《2024年新年假期安排》顯示 隨席當日不放假 還說鼓勵各單位安排隨席休息 這個消息惹怒民眾 甚至引發隨席的諧音、隨習的熱議 每次跳動10月30日宣布 隨席當日提供新年團聚假 不佔用年假壓度 消息一出 立即引發民眾孽孔 時尚讚稿人微博大V常小輝說 我們雖然是微型小公司 只有20人左右 但我們隨席也一定會給員工放假 每個中國人都清楚 隨席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 這一天還要法定要求正常上班 我表示完全不能理解 微博大V學霸課長說 時節跳動隨席放假 在微博上了熱手 這個時候壓力給了微博 微博全體員工都在等一個回應 互聯網科技博主 微博大V古月中心上心說 時節跳動開了好頭 看看有多少公司跟進 有網友說 現在隨席放假 居然成為了值得被稱讚的事了 難道不是理所當然嗎? 也有人說真的笑了 這個價本來就是我們應得的 現在反而成為了要感恩戴德的事 也有網友若有所知地說 對逆硬左和上面唱反屌 觀眾朋友 你對於自節跳動反中共官方的安排 隨席放假一次怎麼看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nea 按aryn 我們下次再見 impos 我們下次再見 你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